你敢相信吗 为了看一场日落 为了泡一次澡 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骑行了近2500里路 2021年12月7号 我接到了大黑从青岛打过来的视频电话 大黑说 近到了人生中最美的日落 想和我分享 在2500里地外的西安 我看到了青岛的最美日落 我说大黑 你给我发个定位 我要去青岛看一场日落 我要去环海里面泡一个澡 于是今年的9月下旬 我和我的自行车翠花 从西安出发一路向东 开启了一人一车的青岛之旅 当我42码的拖鞋 踩在翠花10成10公分的脚踏上时 我感受到了自由的味道 风是自由的 雨是自由的 我和翠花也是自由的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翠花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 因为她不想再过那种 被囚禁在阳台的某个小角落里 群身上下的每一颗螺丝 都以身秀切无能为力的生活 她一次又一次地在梦里告诉我 你那可怜的自行车 很久没爬山 也没过河 在经历了无数个 辗转难鸣的夜晚之后 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带上翠花开启青岛之旅 为了对信一个承诺 为了感受一路的美好 也为了开启我的骑行生涯 出发的那天 是我翻遍了环礼 问遍了百度 选出来的环道吉日 所以我惊信 这趟里程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但翠花好像不怎么相信寻雪 总想着给我制造一些麻烦 上午用前轮去挑战吸铁丝的硬度 下午后轮就和玻璃茶子硬杆 结果可想而知 不是渣胎就是爆胎 最过分的时候 她给我玩了一出 心脏骤停 好在最后遇到了一个暖心大哥 给翠花做了一个心脏支架手术 或许是因为翠花的不幸邪 惹怒了上餐 掠尸小记 就是灵溪五天的大雨 雨天露宿荒野 惩罚还不够 在我和翠花找到完美露营地时 派出一条八米长的蛇巾 无情地将我们赶走 让我和翠花夜宿坟地 以灵魂作伴 在我的三寇九拜之后 上天终于收住了惩罚的双手 一人一车的旅行 开始变得浪漫 而又温馨 我们一起翻过山河大海 也一起穿过人山人海 我们曾置身荒野 有漫天繁星相伴 也未曾觉得孤单 我们曾身处闹市 看着中云福塔上 散散两两的小蚂蚁 也未曾觉得压抑 比起木之所及的风景 更能拨动人心的是 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 在迷失荒野时 送我指路明灯的大哥 在雨中公园 送我青菜的大爷 在以水河畔请我喝酒的黄哥 还有无数个温馨的画面 让我更坚定了骑行的决心 在郑州 我从大学同学那里 学到了一句话 做事情之前 把期望值拉得低一些 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 在骑行这条路上 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所以骑一天 我就赚了一天 在平易 我进到了五年未经的战友 脑中往事浮现 那天我喝了个烂醉 我突然明白了 我这短短的一生 不该在那么多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我的使命 应该是给自己的灵魂涂上色彩 去丰富它 让它变得更加有意义 或许 至少让它变得更快乐 同样的地点 不同的时间 角色互换 这一次轮到了 我给大黑分享青岛的日落 也是在那个黄昏 我跳进大海里泡了一个澡 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海水 真他妈的喉险 总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骑行青岛 这就是我骑行青岛的理由 青岛之旅结束 但我不会停下骑行的脚步 我会在青岛休成几日之后 继续踏上骑行之路 至于我为什么要选择骑行 答案在这里 诗和远方是需要经济基础去支撑的 也许有一天我会因为经济问题 停下了情形的脚步 但我一定会再次出发的 当蜡烛燃尽时 才有资格感叹曾经闪耀的光芒 照耀过哪里 当飞蛾扑火后 才有资格议论 舍身追梦值不值得 我将做一个骑行类自媒体博主 拍一些骑行类的日常 分享给大家 欢迎朋友们关注我和翠花 跟着我和翠花去看世界 至于下一步该往哪里起 运行正在规划之中 敬请期待